赐下他的独生子 给我们了一个 我们时常会忘记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特权 就是祷告 所以 感谢主 今天分享 这个主题 讲的就是 告诉大家 就是 祷告是神儿女的特权 我们 有的神的儿女 虽然 表面上看是儿女 也受洗了 也信主了 但是 还是有一些 我只是一个提醒 在这之前我要说 大概有八种 上帝不能听祷告的情况 我先说一下 完了我再 把神的这句话 主的这个宝贵的话 给他分析出来 看看大家有没有收获 这八种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 转耳不听真道 真言二十八章九节 转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祷告 也为可赠 对不起 二呢 就是心中怀疑不定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滚 雅各书一章六节 还有呢 第三呢 就是没有尽钱的心 不尽钱的人 虽然得力 神夺取他的命的时候 还有什么指望呢 患难临到他 神岂能听他的呼求呢 因为他不尽钱 他没有一个尽钱的心 因为大而可畏的神 是需要敬畏的 第四呢 刚才是约伯纪 二十七章八到九节 第四呢 就是家庭夫妻不和睦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照情理 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经文已经告诉我们 而且也奖赏那些真正的 怎么说 排除很多的引诱啊 困惑啊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丈夫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妻子可能有一些瑕疵啊 或者有一些 在某些方面帮助不到 但是呢 你看神就给这样的丈夫的 奖赏是什么 祷告是没有阻碍的 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 就是要 不但妻子是神的帮助 也应该是 上帝是 就是丈夫应该是妻子的遮盖 是妻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合乎的 因为神爱 丈夫 在这个丈夫 在这个家 她是应该是顶天立地的 应该是 妻子有难了 可以祷告她上面的神 说我的丈夫 她对我不好 或者是对我 委屈我了 她可以直接跟神说 神就直接 来管教 这样的一个丈夫 丈夫如果听管教的话 她的祷告就横通 而不是表面上 实际上 就是要真实 所以这个第四种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不到 好像祷告也不通 所以先要去对付自己的 这个软弱和 和罪 五呢 就是不连续穷苦的人 不连续穷苦的人 经文上就是 真言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十三节 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呼吁 也不蒙应允 就是说他不能听 这个穷人的呼吁 哪怕你是一个 举手之劳的去帮助 你不听 掩耳不听 将来你的呼吁 神是不是听啊 他要按你的行为 来对付你 那个时候就 我认为我们就很悲哀了 所以不连续穷人的 也是祷告是不横通的 六 不肯饶恕别人的 其实这个 我今天为什么要分析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 祷告 祷告 说怎么就不听啊 也怎么不灵啊 就是你看 他怎么那么行 我 所以我要把这八种 要列出来 可能 你会想一想 哎呦 我是不是 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是不是能够更新一下 或者是我认 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 第六 是不肯饶恕别人的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